62岁黄日华的人生如戏 痴情如戏中的乔峰 三年前陪伴太太梁洁华走完最后一程 被指当众表态不会再娶 被誉为绝了种的好男人 近期有传闻指黄日华低调求婚 即将迎娶香港女星官宝会 不过黄日华也没有说一定就会再婚 透露现在已经习惯单身 而且爱情是上天安排 老天给你就有 根本没有盲目的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投入一段感情 现在都六十几岁了 又单身很长时间 不是抗拒 而是没那么容易投入一段感情 11月11日 黄日华随香港明星足球队 对战贵州的荣江村超联队 最终取得胜利 他夸赞对手的水平很高 但差一点就发火了 因为自己被人踢到大腿 火气上来就快爆发 校长谭永林在一旁让他要冷静 索性伤势不重 据了解 黄日华与太太梁洁华结婚32年 二人秦瑟和明被誉为模范夫妻 梁洁华曾出演太平天国上海滩续集等电视剧 婚后低调转行卖保险 2014年不幸确诊血癌 先后接受五次化疗一度抗癌成功 可惜2020年癌症复发不幸离世 黄日华为了照顾妻子担惊结率 近60岁的他曾经常两地跑赚医药费 可惜事与愿违 只能强忍悲痛送别爱妻 几度落下男儿类 甚至想过自杀 丧妻三年 黄日华屡次被传与官宝会交往并再婚 遭到网友批评 如今他开口否认 无论如何决定 也相信他是一个人顶天立地和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另外陈百祥、谭永林、罗嘉英等人参加此次比赛 陈百祥笑称胜之不武 因为是对方百乌龙 但对自己有信心 踢了那么多年只输给AC米兰足球队 荣江村超联队的球员比较年轻 不认为对方放水 觉得下了球场都是拼到底 当天不小心踢到对手 对此十分抱歉 对方23岁 我73岁 我的脚伸出去说不回来 踢到他我都觉得很抱歉 这位被誉为绝种好男人的62岁演员 究竟是否会选择再次踏入婚姻的殿堂 为了探寻真相 我们不妨从黄日华的人生历程 以及近年来的动向入手 揭开这个悬念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黄日华是否在婚 这是一个与他个人感情和生活状态密切相关的问题 作为旁观者 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也理解他历经沧桑后的深思熟虑 回顾黄日华的感情生活 我们可以发现他一贯真挚深沉的爱意 他与已故妻子梁洁华携手共度了三十多个春秋 恩爱有加 在梁洁华离世后 黄日华一度悲痛欲绝 甚至被指当众表态 不会再娶 这种深情 让我们对黄日华的婚姻观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然而 近期有关黄日华即将再婚的传闻 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传闻中他的另一半是香港女性观宝会 对于这个传闻 黄日华本人有何回应呢 黄日华在贵州参加村超活动时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针对再婚传闻 他明确表示 当然不是真的 真的该说了 假的不说也罢 女儿跟我住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此外 黄日华还成亲了 自己曾表态 终身不娶的谣言 并表示 可能记者认为 我是好男人 才写成这样 那么 黄日华与观宝会的关系 究竟如何呢 据黄日华透露 他们只是相识十多年的朋友 生日那天 拍了合照而已 为了避嫌 他甚至表示 不敢主动联系观宝会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这一说法 无疑证实了 两人并未发展出恋爱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黄日华否认再婚 他依然保持着 对已故妻子的深情 并未投身新的恋情 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 黄日华的一片痴情 实属难能可贵 他的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用情至深 让人敬佩 让我们把关注点 放在他的作品和事业上 期待他带给我们 更多精彩的表现 黄日华这位香港影视界的老戏骨 凭借其独特的演技和魅力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他主演的一系列电视剧作品 成为了许多人童年的回忆 黄日华首次在《射雕英雄传》中 饰演郭靖 这一角色让他一举成名 郭靖英勇无畏 忠诚正直的形象深入人心 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榜样 黄日华将郭靖的成长历程 爱情故事 以及江湖一起诠释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感受到了武侠世界的独特魅力 在《天龙八部》中 黄日华再次挑战自我 饰演了乔峰这一角色 乔峰身为丐帮帮主 豪情壮志 一搏云天 黄日华的演绎使得这一角色 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 特别是在乔峰英勇赴死的场景 黄日华将角色的悲壮 无奈 坚定表现得恰到好处 感动了无数观众 黄日华在《西游记》中饰演孙悟空 这一角色颠覆了传统的孙悟空形象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既有侯性又有人性的一面 黄日华将孙悟空的机制 勇敢 狡猾和无奈演绎的栩栩如生 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90年代 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 黄日华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所传递的正向价值观 在他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忠诚 正义 勇敢 爱情等美好的品质 这些作品不仅在娱乐性方面满足了观众 同时也起到了引导观众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作用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 一生都在追求正义 为国为民 不惜牺牲生命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 虽身处困境 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虽然历经磨难 但从未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 这些角色所传递的正能量 正是黄日华作品的核心魅力 他的作品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欢乐 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时至今日 黄日华的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值得我们再次回味 黄日华的代表作 见证了香港电视剧的辉煌时期 也陪伴着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那些经典的角色和剧情 至今仍历历在目 让我们感谢黄日华带来的美好回忆 同时也期待他在未来 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继续传递正能量 感谢黄日华带来的美好回忆 感谢黄日华带来的美好回忆